七天假征特休假 蔡英文拍板 总统蔡英文邀及府院党高层举行首次执政决策协调会议 被批评是太上行政院跌床嫁屋 小英认为劳工放假没有一致造成作息困扰应该全国统一 和其他国家比台湾劳工特休少而且还吃不到 至于七天国定假日砍掉后将增加更多的特休假 小英也特别指出劳工希望比照公务员恶力 但事实上那都是恶休 两天都可被要求加班 一例一休被污名化 所以未来将改称为落实周休二日 真正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给劳工有充分的休息的时间 希望在立法院这个会期 年底之前能够完成劳基法的一个修正 政治中心台北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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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